越来越多有族孩子念华小呢 这已经成为了一股新趋势了 我们今天特别专访了一位 小学他念华小 中学念读中 接受了12年中文教育 拿着读中同考文凭进大学的马来同胞阿曼 那还是怎么从完全不懂华文 透过刻苦学习 到如今成为一名金融界精英的呢 八点最热报一连十集的华小教育系列专题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位马来华小生的故事 我们快要到我的木宵 关南市马木华小门了 这是我三四年级上课的地方 我觉得坐植椅子都特别矮 好怀念哦 写功课 回到母校 一段段儿时记忆片段 开始在阿曼的脑海中播放 一位马来同学想当年 为什么会走进华小念书 阿曼的父亲说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说他学习习学习ulu 因为老 Malays 什么部� מ� AL One 全部全部都 depends 入学年龄前 就已经比同年的孩子 学得超前好几步的阿曼 他说他想要挑战新事务 就胆粗粗在完全不懂 任何一句中文的情况下 闯进了华小 所以我觉得天真不怕死 所以就怕什么就试看 然后进到去才知道 原来不太一样 一开始老师说 拿出什么课本 完全听不懂 就还好说 同学在隔壁拿什么课本出来 这个颜色的书 就拿出同一本颜色的书出来 是的 起初就在这样偷看偷学的情况下 阿曼慢慢的就适应在华小的日子 然而中文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 阿曼知道自己有先天缺陷 但是他很努力 靠后天补足 因为我们都是住在书上嘛 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去月读试读书 早上四点起来是因为工事太多 就这样每一天都坚持努力 没有人想到原本一位完全不懂中文的马来孩子 后来他竟然在华小和读中 年年都考出了全班全级的第一名 把妈妈妈谈起自己的儿子心里是满满的骄傲 问回阿曼一位马来同学要在华小读中年年都考第一 这到底有什么逆卷呢 阿曼的回答很老实 他说没有捷径 只有努力 我觉得我没有天分 我觉得都是努力 一位马来孩子在华小的刻苦耐劳 现在也成功让他走上了更广阔的舞台 每个值得令韩读三个语 完全不同 我们人没有 都可以在二字 所以他利用操作 为他去得来 到工作的位置 他终于做工业 他终于磨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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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阿曼的学习历程对于很多在华小念书的有族孩子来说 或许是一则最激励忍心的故事 然而以过来人的身份 阿曼和他的家人说 他们最想要传达的是 有族孩子念华小绝对不能盲从知识 在下决定之前应该要先问问你的孩子 他们愿不愿意 主要是当这些孩子 可能有一段时间会选择要放弃的时候 他们会想说这个是我的意愿 这个是我想要做的东西 所以我一定会要想办法去克服这个问题 想克服的那个决心是come from within 就从内心出发 只有孩子从内心出发 接受并喜欢才有毅力去克服难关 因为成功是逼不出来的 我叫阿莫纳贝尔 我念华小 我念读中 我是华孝生